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雖然如果你們香港就應該進入了台席 那就是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今天一定要做三節 不能不做三節 好說沒有講過軍事 如果不是我身體狀態不好 我其實是很樂意講多些軍事 說真的 給那群熱狗不認識軍事的人 在講多些軍事 你剛才那些手足以往 就是給那群熱狗水 死手幾大 那大家知道什麼結果 那群熱狗是不認識軍事的 有一點事情 我之前在開場表演講的 在公關界 有些人都 想問徐家健什麼 徐家健是被人解僱的 不再是搞手的 不要再給這傢伙奧困 這傢伙奧 這傢伙奧困 剛剛的頻道給他搞一鍋 這傢伙奧困 這傢伙奧困 其實我覺得香港沒有什麼功關好做 但是如果你們有預算的話 當然是一億第二個 不要給徐家健這傢伙奧困 一元都沒有給他 這傢伙奧困 這傢伙奧困 我現在直接幫別人倒米 你找劉政搞我 你找黃柏魚搞我 我直接幫你們找 如果你是香港的商人 居然還有預算要搞公關 你找第二個說話 你當然不需要找我 我這裡沒得找 我這裡 對你的膽量太大 這些膽量太大 不要找我 你也知道我現在什麼身世 但是就是 徐家健這些 很深 其他人都會比他好 因為他被人解僱了 Anyway 這個 俄烏戰爭 昨天就玩到 我沒有人昨天都想說 但是今天講完就更好 因為連續幾天有幾件事 這個是幾件事 連續的結果 軍事很多時候有一個 一個重點 就是一個重點的重點 話說 有人說 俄烏戰爭是僵局 其實這幾天不是僵局的 這幾天其實是幾多 俄國就不斷地有 在東線有些暫和的 其實 因為 矮都歐死將 但是在西線 就是不斷退的 西線 西線 烈八至黑河已經登了 那個橋台堡不斷擴大 這幾天 搞出飛彈大戰出來 就是這樣的 前幾天 聖誕後 俄國在 克里米亞的其中一艘 另一隻艘艦隊 就被人買棄了 那些人說是無人機 但是那個不像無人機 如果搞這麼大規模的損傷 就像是巡航導彈 那已經有俄羅斯人 是懷疑是EPSO所來的 因為你不要 因為F-16那個 低飛能力 是高過 蘇系的那些戰機 我想俄國人自己都心會有數 那我懷疑就是用F-16 進行低飛進行襲擊 那跟著呢 昨天普京就發安危了 就 大量導彈 射過來 那當然 因為 補充不切愛國者 只有一個問題 這個就多謝那幫 Republican那幫混蛋 就是Republican 不是全部都是混蛋 但是Republican那幫 親 Donald Trump那幫人 就一定是混蛋 那些爺爛 還是覺得要幫普京 我心裡 因為普京夠時候同性戀者 我心裡是瘋的 你跟那些 你跟香港 會不會因為 蓋了BL書 那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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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幫幫香港政府 我真的有少擔心 那些人 爺爛也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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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爛跟 是比回教那幫 那幫 包頭很少少的 我眼中 你知道我一向對這些人 就是說 香港和美國那幫爺爛 在我眼中 是和回教那幫 那幫恐怖分子 不會有很大分別 那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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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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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就去別語哥羅德 那這個別語哥羅德 那個呢,就懷疑 別語哥羅德就說是無人機 我不知道那些是無人機還是其他 無人機也不奇怪的,但是因為現在俄國那些 Tronic那些東西太差 那就變成嗡高 為什麼那麼嗡高呢?就是為什麼 那些為俄國的防空系統 為了追蹤烏克蘭的東西 他不太懂得如何去 identify 目標 結果就在射鬼 你知道無人機也比較輕巧和靈活的 結果那些S-300 全部都射到別語哥羅德 自己的建築物那裡 造成最大傷亡的那些 就不是烏克蘭的無人機 造成最大傷亡的最後就是 那些烏克蘭的無人機 引到那些S-300 那些東西 就這樣射去 是訪告好自己的東西 射到自己的民用設施那裡 就是這些 這些白痴,你都猜到什麼事情 未來幾天應該的戰況應該都會很慘的 都會很激烈一下 OK 因為 普京其實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普京有兩隻 重要的戰額被買起 那就不知道用什麼買起了 暫時 然後現在普京就一定報復的 好了,普京報復之後呢 普京報復之後 就將它手頭上有新造的東西 我相信如果沒有中國協助 那些新造的導彈是做不到的 那些晶片那些 所以香港很快會有後果的 好了,那麼 那麼一百多支都被推出去 OK 甚至冒險取道波瓶 那麼 沒什麼 然後你這樣玩 那麼西方 那麼當然說 英國是捐二百支導彈 也都有可能 其實這個會影響 這個烏克 就是 美國那邊那些 就是 美國元旦一開會 那麼 你那些國會議員 都要面對這個戰況 是不是 就是你還是要阻止 那個烏克蘭援助法案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俄屍的狗來的 你是不是俄屍的狗來的 你也知道 其實有些 其實我不是 我對那些烏克蘭援助法案 其實我有保留 也是有原因的 好了 那麼跟著 去到 某 去到某 去到某 美國 我短期間 我沒有提供更多的軍備 但是我可以 比如說 F-16 你都有 機師差不多 訓練都差不多 那麼你可能就試一下 我來出擊 再進一步 所以你 畢爾哥羅德 究竟那件事情 是 是不是會有 烏克蘭的 導彈 那些 在那裡 因為 如果照正常 烏克蘭的作戰 那個能力 就去不到 畢爾哥羅德 如果用正常 那些 就算用暴風景 也是很敏的 但是 如果你是用 有F-16 協助 F-16 那個 能力 又行不行呢 這些就是 今次 這個 這一輪 這一輪 互有攻守 空中大戰 那個 二手 這個 你說是 無人機 還是什麼 現在就是兩邊 大家都 不需要是 無藏手的 當然 沒有感覺 為什麼 伊倫打 這麼激烈 因為 俄國都準備 過去的聖誕 因為大家都知道 俄國的聖誕是1月7 的 俄國的聖誕有點不同 因為它的歷法不同 1月7 你當然是猜到 如何推算 然後推算 你猜到 但是 西極生年 他們始終都是會 過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我相信 現在你這樣說 這件事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結果 就是有機會 F-16都會 服役 因為你暫時 你陸軍彈藥 我沒有辦法 進一步提供 接著你現在 你鵝了 一百多支導彈 不斷射過去 當然 我相信 德國會提供 更多的防空系統 或者 日本 可能要提供更多外國者 但是 如果要 在春季攻勢之前 有比較 完整 完好的 完整的 結局的戰果 就是 真的需要 有F-16 如果是F-16的 分裂以上 以前 可能是純粹是測試 但是 我想之後 可能真的提早 被F-16 成軍 都不出現 甚至進行一些 試驗性的 任務 都不出現 因為你既然如果是出擊到,你有作戰能力的話 即是你都要有些試驗攻擊,你都要有實戰驗收 即是你民國都要看回參數,如果是OK的,不如提早怎樣 你F-16出擊的話 即是不奇怪,你提早F-16出擊的話 一分鐘,然後再配上一些武器的話 這個會影響戰果的 譬如一些高價值目標 因為你記住這件事,現在烏克蘭的戰況 其實很辛苦就是,它沒有辦法用北約的標準打法 北約的標準打法其實在陸軍上,它未必有很多人 你知道美國的陸軍,你不會有很多人的,歐洲陸軍也是 美國一向都是用它的空中優勢,先洗一次太平地 或者是洗了一些真正對陸軍有威脅的一些標準 我還沒記住,無人記住 接著在空中洗完一次太平地之後 或者在空中優勢之後 然後再透過空屋緣合 或者是海空緣合作戰方式 其實是海空空一齊打的方式 然後就打到塔皮 你第一次海灣戰爭是這樣的打 所以如果現在這樣的狀況呢 其實如果有F-16在這裏 第一,俄國很未必敢 空中你要再施襲其實就有難度 你一旦配合國際的話 其實就是完整不約規格的作戰系統 那俄國是不是真的打得好呢 就很明顯就不太相似 提早比的話,俄國會提早失去空中優勢 這樣就很重要 那些人說,俄國的戰機和美國的戰機差不多 有一件事很不同 隱擎 俄國的隱擎 第一,壽命短 蘇製戰機的東西 隱擎壽命都短的,OK 第二,實際燃油的效率 第三,低飛能力 全部都差一段 你想想,你中國那些蘇海沙 那些蘇海戰機 他自己走去山寨俄國那些太行引擎 做什麼太行引擎那些 那些更差 所以中國的戰機那些作戰力 就再等一等 那個引擎 引擎很影響我的作戰力的 譬如你知不知道台灣 你從而叫F-16V 如果你是F-16A,B升級上來的 是一定不及F-16CV 那裡出來的 因為很簡單 你沒有換引擎 引擎的那些推力啊 低飛能力啊 或者那些作戰的那些鈕 那些你是不能說的 引擎是很缺勝的 因為美國為什麼 將來要一律 為什麼要扔那麼多錢 引擎技術所 普衛那些 那些才多錢啊 那些美軍那些 就是如果沒有美國 為什麼民航客機那些引擎大部分 都是美製引擎呢 其實你都是戰機的引擎技術發展出來的嘛 你整條街最多的那些CF-16V 那些民航引擎的核心 那個Compressor 那個壓縮核心 其實是來自美國的那些 美軍的技術 沒有美軍的技術 但是好像 你不噴射客機 都搭不到它 沒得說的 沒得說的 為何中國發展不了自己的 你中國的客機 為何沒有自己的東西 你俄國 仰衰極 好的 或者以前說完了 真是俄國加烏克 仰衰極 你那些 安提洛夫 那些客機 那些貨機 那些引擎都是他自己的 那些叫做Progressive 中國沒有這件事 中國人引擎都搞不定 沒有東西 但是俄國還有一個軍用引擎技術的嘛 軍用引擎技術都搭上去的嘛 就是你烏克蘭也有的嘛 中國沒有 沒得說的 但是現在 俄國的引擎技術是怎樣 是做科技就可以了 但是我來做戰機 真的 啊 有些問 但是有一件事 俄國不斷 那些無人機襲擊也好 或者 怎麼說 普京報復百多支導彈飛過來 當然什麼狗屍鴨塞都可以去飛 但是 有不少都是新東西 那些新的導彈 那些 改良了一些匕首那些 究竟那些 人景來自哪裡呢 就是當然 烏克蘭是有炸 今次是有 無垢炸了 就是剛剛今天 炸了一個 俄國的軍用晶片廠 是有的 那就是問題是 其他的晶片來自哪裡呢 其他晶片呢 我相信是來自中國的 我相信中國是提供了很多 這個混蛋的東西 中國 中國是有提供了很多 這些 Electronic的東西 跟著就換 其他東西 就是換其他東西 比如俄國提供一些燃油 或者其他東西 很明顯 習近平一定有換作俄國 現在就變成很明顯證據了 差在那些 那些 那些 殘骸的飛彈 那些飛彈 那些飛彈 那些飛彈殘骸 俄國的飛彈 那些飛彈 那些飛彈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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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飛彈 어때 那些赢得多 你要威,不要緊,你要威,你要報復,不要緊 問題就是你將那塊底牌露了出來 當然,有沒有問過習近平,我也不知道 或者因為那時候,比較早前俄國那些官員訪問中國那時候 談過那些事情回來,談過那些事情那時候 中國提供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一發現了那些事情的話,不用說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美國,我還不 我當然先,琴琴琴琴,還是對付白卡平先 就是為什麼香港那些熱狗啊,那些五毛 為什麼一定要霸佔軍事有關的魚群陣地呢? 很簡單,因為很明顯很多中國的仆街是有關的 你見到連登堂現在有幾個,什麼罪愛甜心啊 那幾個在這裡,那個罪愛甜心是什麼? 要抓他出來吧,那時候是 那時候你連技主不肯搞那麼久,就很大機會 那些人來自中國的 不用說了,這時候真的是五毛多到 多到他人憤怒的地步 所以你說完蛋之後,香港會嚴重的 香港真的是嚴重的啊 你這樣說,沒有香港 那時候是不是俄國和中國怎麼交易呢?那些晶片是不是? 那些美國晶片是怎麼入口的呢? 你始终 他肯定要经第三国再买的 这样的话 如果是香港 之前已经查到 很多俄国的导弹的晶片都来自香港的 如果再进一步查多些的话 这次又查多些 那没什么 香港之后要更加买Eutronic 的东西 有什么出来的? 你现在这一次是普通拿得很爽 爽完之后 你的底批都会出来了 就是如果你说你今次的忍 你存到三四八支 才再一炮过 这样放出来 我觉得就乌克兰会大事些 但是我估计他没有三四八支那么多 因为 你之前的消耗得这么厉害 你短期的 你弄的导弹都不是导弹出来的 导弹 就算你之前有些零件 怎么 你组装也要时间的 组装 是不是? 武器不是 隨便乱来的 那 怎样都好 哦 原来你中国是一直这样的援座 那么 那行 西方 西方移动香港 西方移动香港 所以西方移动香港是肯定的 加上 你也知道 习近平 在其他方面都在咬住了一间青山医院 一月有大事 怎么出奇呢 西方来说 对付中国都不单止是为了 为了中英文合声明这些正义问题 都不止的 是你中国自己 为了周围搞屎屎屎屎 搞得太多了 搞得太多 我觉得动作的东西都不简单 这一件事 俄乌乌西一个人 美来几天还有没有导弹大战 不知道 也都可能有导弹大战 不出奇的 这个 始终普京这些人都很忽忽地 但是 如果这一架导弹大战 最后有一个 怎么说 现在还没中弹 就是迟下会中弹的地方 究竟是香港 那个弹 就不是真的导弹 那些导弹 是经济制裁的导弹 因为他们有太多生意 经香港出入 美国是一定会 美国是一定会 一定要动作的 就是 没事的 对共和党的人来说 这方面动作的 他们也未必有所谓的 对共和党那些 我不是指那些主流派那些 主流派那些是OK的 像Marco Robey那些是OK的 共和党那些 就是不要有人断章取义 还是要 线封点火 那些我也是说 帮得国安做事 那些应该是混蛋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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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 那些是有椰沙 没有吵架的 那些 好了 下一节呢 我就预计 就 香港时间 我会说 BL那些 怎样要说 我会在香港 整天忠不住 那我先说到这里